她们是一对姐妹花 感情非常要好 可自从搬家之后却连发怪事 姐姐甚至为此住进精神病院 故事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里 强花和红莲这对姐妹 跟着父亲搬到山里的新家 山里的木制老房子显得有些阴郁 刚一进门 俩姐妹便撞见了继母 继母假装客气地欢迎她们 姐妹俩却什么也没说 掉头就上楼 她们十分反感继母的存在 母亲还在世时 父亲就将继母带回了家 俩姐妹无法容忍 这个想要抢夺自己母亲位子的女人 与继母之间常常明争暗斗 刚一进到自己的卧室里 一股莫名的诡异气息便扑面而来 强花隐隐感觉不对劲 强花将带来的记事本拿出来 却发现柜子里已经有一套 一模一样的本子了 打开衣橱后 里面竟是许多条款式 一模一样的碎花连衣裙 强花直觉认为一定是继母搞的鬼 继母那边也发现自己给丈夫准备的衣物 已经有人提前准备好了 一定是这俩姐妹干的 晚上的餐桌上气氛凝重压抑 继母自顾自地说着话 父亲却一脸疲惫没有回话 俩姐妹更是爱搭不理 继母质问俩姐妹 是不是她们给父亲准备的换洗衣物 这是她做妻子该干的事 轮不到她们这对姐妹操心 姐姐强花顿时生气 当即便反驳 那也轮不到她一个做继母的 给自己收拾房间 眼看着双方就要吵架 父亲赶紧给了两粒药给继母 似乎是凝神尽气的药物 晚餐还没吃完便不欢而散 姐妹俩跑上楼 姐姐强花告诉妹妹红莲 不要害怕继母 自己会保护好她这个妹妹的 当天晚上 妹妹红莲忽然被一阵 滋滋压压声吵醒 睁开眼看到 卧室的门竟然自动开了 门口还出现一只长着长指甲的手 红莲吓坏了 急忙跑到姐姐强花的卧室里一起睡 强花当即意识到一定又是继母 心烦气躁的强花下楼找水盒 刚好撞见继母 一同争吵后无火 强花竟又在冰箱里 发现一条被割得稀巴烂的死云 而此时继母正坐在关着灯的客厅里 看着画面花掉的电视 样子回忆极了 强花急忙回到被窝里 她告诉妹妹红莲 继母有些奇怪 这座房子也是 红莲有些害怕 姐妹俩相拥而眠 早上起床时 强花发现妹妹来了月经 便悄悄跑到继母的卧室里 偷拿了几片卫生机 不想刚好被继母发现 继母倒没说什么 只是有些奇怪 她和红莲的月经居然是同一天来 当时的强花还没有意识到 这点有什么不对劲 只是匆忙将卫生机拿给了红莲 俩姐妹将床单床垫收拾好后 在阳台晒起了太阳 强花哼着母亲生前最爱的歌 妹妹红莲也笨拙地随着哼唱起来 那些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 那个没有继母的过去太美好了 偏偏这时候 继母养了两只麻雀 在身后叽叽喳喳叫得不停 强花有些心烦 干脆把这两只烦人的鸟杀了得了 红莲却及时阻止了姐姐 这时父亲过来询问强花的身体状况 强花却不愿意搭理父亲 但强花看来就是父亲将继母带回家 才让他们的生活变成现在这样 父亲无言以对 他的确没有尽到一个好父亲该尽的责任 想到母亲的强花独自来到房子后面的温室 取走了两只箱子 不到卧室后 强花打开箱子 里面都是母亲的遗物 还有许多过去的家庭合照 强花一张张翻看着相片 泪水不自觉在眼眶中打转 那时候母亲还在 一家四口很幸福 姐妹俩的脸上也总是画着笑容 可看到后面 继母的身影却出现在照片中 母亲的样子愈发衰老 继母逐渐取代了母亲的位置 姐妹俩的笑容也越来越少 正看着气氛时 妹妹红莲忽然进来了 强花稍稍平复了心绪 她给红莲和母亲生前的遗物 那是姐妹俩最后的寄托 忽然 强花发现妹妹的手臂上全是血痕和淤青 她明白一定是继母干的 这个恶毒的女人 她无论强花怎么发问 童年都闷不作声 强花急了 她这个妹妹一贯都如此软弱胆小 可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被继母欺负 强花找继母讨说法 继母却咄咄逼逼人 这俩姐妹看不惯她 她又何尝看得惯这俩姐妹 强花和继母激烈的争吵 最后实在说不过寂寞 只好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 父亲听见吵架声来安慰强花 强花不明白 父亲怎么能让雪静门的妻子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面对女儿的质问 父亲却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反过来 要女儿好好吃药 安心休息 强花只能扯出一丝苦笑 她这个父亲是靠不住的 隔天晚上 继母的弟弟和弟媳来家里吃饭 继母开心极了 父亲也准备了一大桌的菜肴 款待小舅子 席间 继母欢快地回忆和弟弟小时候发生的趣事 还频频发出笑声 可弟弟和弟媳却一脸迷茫地 望着眼前的姐姐 丝毫没有复合着笑 就连丈夫的表情也显得有些奇怪 饭桌上只有继母连连发笑 气氛诡异极了 继母问弟弟记不记得过去发生的这些有趣事 弟弟却一脸颜色表示她不记得了 继母有些诧异 就在这时弟媳忽然一阵作呕似地倒在地上浑身抽搐 样子就好像中邪 最后还是弟弟给妻子服下几粒样 妻子才口吐黄沫 渐渐恢复意识 回程途中 妻子告诉丈夫 她在洗碗槽下面 看见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孩 与此同时 继母也听到了洗碗槽下面传来诡异的声响 看过去时 晚贵的柜门居然自动打开了 继母有些害怕 捏手捏脚地走过去查看 晚贵里却什么也没有 继母又看向洗碗槽下面 还是什么都没有 可她不知道 此时在她身后的餐桌上坐着一个穿绿色连衣裙的女孩 继母听见身后传来女孩的哭声 可当她战战兢兢地朝身后看去时 那里又是空空如也 等继母回过头时 地上竟掉落了一只发卡 可当她捡起发卡时 却刚好撞见了身后那个穿绿色连衣裙的女孩 继母惊魂未定 丈夫拿了两粒药给妻子 继母坚称这栋房子里有脏东西 自此两个孩子搬进来以后 就频发怪事 可丈夫却根本不信 只说是妻子还没有适应这里的环境 继母深信自己所看见的 这一切一定是那两个姐妹 在针对自己暗中搞鬼 这之后继母更是发现 自己养的两只麻雀都被杀死了 更是认定了就是这俩姐妹干的好事 继母气急败坏地冲到妹妹红莲的卧室 果然发现了证据 家庭照片上的自己都被撕掉了 红莲的被子里还藏着一只死掉的小鸟 继母气急了 直接将红莲拉下床 锁进了衣柜里 红莲哭叫着不停拍打衣橱的门 继母却铁了心要把红莲锁在里面 让她好好反省反省 此时强花似乎被一阵声音惊醒 隐隐感觉到不对劲的强花 急忙来到妹妹的卧室 看着妹妹卧室里家具被打翻的样子 强花察觉到了什么 或许是姐妹俩心理相通 强花走向衣橱 将红莲救了出来 看着挂满眼泪的妹妹 强花心痛极了 她努力安慰妹妹 没关系 有她这个姐姐在 不要怕 这时父亲忽然闯进来 连连并问强花 为什么自从搬到这里以后 就阴阳怪气的 强花委屈地哭了 反问父亲 难道真的不知道 继母在欺负他们吗 可父亲的反应却很奇怪 似乎根本没这回事 强花哭着让妹妹告诉父亲 继母是如何欺负她的 可红莲却一直畏畏缩缩 看到强花这副样子 父亲终于忍不住 她告诉女儿 红莲已经死了 强花不可置信地看着父亲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此时红莲哭得越退越远 强花满脸泪痕 试图挽留妹妹 忽然强花猛地睁开双眼 从睡梦中醒来 刚刚和父亲的争执 似乎只是一场梦 强花急忙来到妹妹的卧室 可卧室的门 竟然被钉子完全钉死了 强花意识到妹妹出事了 急忙下楼寻找妹妹 结果发现地板上 有一行拨拽的血迹 强花沿着血迹 来到客厅 发现了一个浸满血的蛇皮带 里面还装着什么 强花当即意识到 一定是继母把妹妹装在了里面 她疯了似的 试图解开带口的绳结 可绳结扎得很紧 强花渐渐崩溃 只能去找剪刀 可当强花找到剪刀回来时 客厅地板上的蛇皮带 已经不见了 地板上有多了一条 勾出来的血迹 强花再次沿着血迹寻找 最后找到了杂物房的衣橱 蛇皮带果然被放在了衣橱里 强花着急着 用剪刀剪开绳结 就在绳结被剪开那一刻 继母忽然提着一壶烧开的热水 凑近强花的身后 强花吓了一跳 用柜门撞翻继母手上的热水壶 俩人争执起来 强花不敌 搁到桌角晕倒在地 继母将晕倒的强花一路拖到客厅 还搬来了一大块雕塑 试图砸死强花 醒来的强花也无力再挣扎 她面如死灰地望着继母 或许雕塑砸下来 对自己而言是最好的结局 继母愤恨地举着雕塑 就要砸向强花 忽然强花的父亲回来了 父亲看见倒在地上的女儿 急忙将女儿抱到客厅的沙发上 此时继母神秘地消失无踪 父亲从杂物间拿了一瓶药 出来时 父亲注意到衣橱里 多了一个被绳子绑起来的雕塑人偶 可当父亲回到客厅时 沙发上的强花已经变成了继母 更奇怪的是 继母似乎并不知道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还问丈夫强花去哪了 丈夫什么也没说 只是给了妻子两粒药让她吃下 继母满眼惶惑 就在这时 一个客人进门了 继母抬头看去 可当看到来人时 继母的眼神中固满了巨大的惊诧 来的人竟然是她自己 来的这人轻身换了一声强花的名字 镜头一转 坐在沙发上的继母的脸 居然变成了强花 此刻强花的脸上挂满泪痕 望着眼前这个分明是继母的来者 强花那些不愿承认的记忆 终于渐渐复苏 一年前母亲病重 父亲便将继母带了回来 强花和红莲姐妹俩 无法接受这个新来的女人 抢了母亲的位置 与继母矛盾频频 恶性强势的强花 常常与继母对着干 而性格软弱的红莲 就成了继母的出息筒 一天无法忍受了母亲 在红莲的衣橱里上吊自杀 发现母亲自杀的红莲 试图将母亲救下来 却不小心被倒下来的衣橱砸到 听到声音的继母上楼查看 发现是红莲被压在了衣橱下 本打算撒手不管的继母 最终还是于心不忍 折返回去要救人 却刚好跟强花撞了个正着 看着继母朝着红莲卧室的方向走去 强花顿时咄咄咄逼人 她厌恶这个抢了自己母亲位子的女人 还叫嚣着要继母离开 这个属于他们姐妹俩的地方 继母被激怒 最后将红莲被压在衣橱里的事 隐忍不言 强花独自来到屋外 可她没有想到 此时红莲正在衣橱下绝望的孤戒 强花似有所觉地回头看了一眼 便头也不回地走向屋前的卢尾档 而妹妹红莲就在此刻只惜云命 那个转身是永远的天涯有格 是强花此生无法原谅自己的遗憾和愧疚 这之后强花便陷入了精神分裂 常常自己一个人扮演三个角色 有时是自己 有时是妹妹 有时又是寂寞 甚至三者会同时出现 从始至终都只有强花在自说自话 妹妹早就死了 继母也不在家中 一直以来这栋山间木屋里 只有强花和父亲两个人 至此所有的谜团都解开了 继母在西碗槽下面 看见的那个穿绿色连衣裙的女孩 就是妹妹红莲在照片上 穿着绿裙子的样子 妹妹和继母来月经同一天 其实是强花一个人来月经 杀死继母麻雀的是强花 在镜子面前浓妆艳抹的是强花 在继母的弟弟和弟媳面前 回忆童年往事的是强花 而在客厅里扣拽蛇皮带的人 也是强花本人 父亲早就知道这一切 只是一直不忍心戳破女儿的幻想 因此才会对所谓的继母欺负妹妹 充耳不闻 才会打电话向外面的妻子 诉说女儿的病情 而那天父亲告诉强花 红莲已经死了的事 也并非是强花在做梦 父亲在杂物间衣橱里 看见的人偶雕塑 才是蛇皮带里真正装的东西 继母虽然与姐妹俩有矛盾 但并没有强花所幻想的那般 阴险很多 真相往往令人难以接受 痛施妹妹的伤心 让强花挤进疯狂和扭曲 她无法面对妹妹葬身的衣橱 更无法面对 那个没有及时去救妹妹的自己 因此认为一切都是继母害的 故而在她杂乱的意识里 放大了继母的恶毒 幻想出是继母将妹妹关心衣橱里的 以此来救赎那个身陷愧疚中的自己 其实在强花来到这栋房子第一天 她就已经隐隐意识到了什么 那天她坐在小溪边给妹妹看手相 却发现妹妹的手相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这就已经印证了俩姐妹就同一个人 而强花不愿意承认妹妹的死 于是在自我的世界里让妹妹复活 并且一直在半梦半醒中控股挣扎 最终强花被父亲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里没有山中木屋 没有鬼魅幻影 强花也只剩自己一个人 可就在那天晚上 家里真的闹鬼了 红莲的衣橱里爬出一只披头散发的阴魂 伴随而至的是黑夜中继母凄惨的尖叫 本片在03年上映时 打破了韩国的票房纪录 上映第二周更是超过了日本著名的恐怖片《周院》 之后还被评为世界50大恐怖电影 以及韩国27年以来第一名的恐怖片 后来甚至还被好莱坞翻牌成了美国版 本片是韩国电影大师金之云的代表作 也是韩国电影《恐怖美学》的代表作 在世界电影中的地位 不亚于我们熟知的真子和佳耶子 亚洲的恐怖片擅长制造诡异的气氛 立足于心理惊悚而非单纯的感官刺激 这部片也是如此 金之云的电影总是喜欢揭露美好事物背后的悲伤 正如这部电影光线明亮 孵化到优美至极 可拨开这些温暖的外衣 里面却是令人伤痛的姐妹之情 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被至亲死亡阴影笼罩的墙花 只能通过异想的幻境 宣泄内心的汇旧与孤独 精神分裂的越扭曲 现实世界的伤痛就越大 以至于电影越唯美越忧伤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美虫 每天定时大家搭美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